第千灵九十二集 九大祖其初与日月争辉同天地争首 冲向叶凡的异象神于千万 司灵落了九天 茫茫一片灿烂一片 宛如一场横贯了千古的金色雪片 纷乱下来 叶凡的身判各种异象连接在一起 虽然很朦胧并未成形 但是却可磨灭外来所有力量 正是这两种可怕的景象 针尖对脉芒撞在了一起 两者间发出璀璨神芒 而后是无尽的枯迹 如一片星域在瓦解 那灿烂的光 让所有人都合上了眼 那可怕的黑暗 令诸多人的灵魂 都几乎要深陷进去 截然相反的两种变化 在那烟花绽放的一瞬间完成 惊济了许多人的心 从光明烈阳中心坠落进 无边黑暗的地域 这就是所有人一瞬间的感受 前方 叶凡如石化了一动不动 路压谋光赤声 气罐长红 天灵盖飞起一道神芒 管通了天上地下 分出胜负了吗 天际尽头 人们紧张地关注 一瞬不瞬地盯着 路压胜了 气势惊天 如打河奔腾 势不可挡 所有人都见到了 路压的鼎盛神姿 他金色法丝飞舞 眼眸中的光束 无比的汉人 如一尊远古的神像 矗立在那里 在其背后 九大祖法身 一个个桀骜向天 神语飞舞 一片璀璨 声声鸣叫 传上了九重天 相反 叶凡的 异象光芒 暗淡了下来 正在慢慢瓦解 归于平静 而后 全部消失 败了 叶型少年 终究是败了 败在了 路压的手中 这一战 像是落下了帷幕 许多人都这样说到 有人欢呼 有人暗叹 远方的天空 一片嘈杂 咚的一声 突然路压倒退了一大步 张口喷出一大口鲜血 以至祖乌 法身四分五裂 接着路压倒退出去第二步 胸骨传来一声裂响 分明是在折断 他冲天的气势 全都散了 天灵盖的神光 化成了血光 人们惊呼语不解 发生了什么呀 方才威势滔天的路压 此时一步一颗血 向后倒退 九大祖 全部崩碎在其身前 他的身体骨骼响个不停 几乎是寸断 有些地方露出了白骨茬 路压败了 竟然是他败了 到了这一刻 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叶凡的意象是自然收敛 并非被击溃 他未伤损一毫 九大祖法身顽摆 路压遭受重创 劈头散发 浑身是金屋血 差一点毁在那里 骨头在重新的结绪 不然根本站不住 败了 败了 金屋族第一天才彻底大败 路压被誉为天总之子 为金屋一族数万年难得一见的体制 何尔金却这样败了 京士对决 落下了帷幕 连九大祖法身都没有用 路压还拿什么去战呢 叶凡运转兵自决 尝试将路压头上的内杆神堂摘走 他非常的谨慎 因为他明晓很难夺到 圣兵中沉睡有一头神奇 除非是远古圣人出手 不然当时没有人能够降服 就像是帝兵一样 即便一时被夺走 但外人也很难掌控 一旦兵中的神奇复活 那将是灾难的 这就是圣体吗 同北中 也只有尹天德能够镇压你了 路压在笑的残酷 有一种野兽一样的凶狠 神堂就悬在其头上 沉沉浮浮 垂落下一道道皮链一样的神芒 正是如此 他才没有被叶凡的异象搅碎 叶凡眼神一冷 没有任何话语 停止动作 他感受到了一丝危险 这一次他未动用神术 催动神女炉准备祭触 他以兵自觉掌控 可发挥出最强威力 路压近乎疯狂 刀心不破裂 正道无望 但我还有办法杀你 他的九大金乌法身 是其正道的根本所在 但却被叶凡斩掉了 这对他一往无前的必胜信心 是一种强大的打击 我到遗远 倒击备斩 既然如此 我拉着你一起去下父皇权去 陪我的九位兄弟 鲁鸦震神堂 如魔化了一样 每一根金色的发丝都倒树 无尽连以飞出 神堂发出远古圣人之威 哼 就凭你这样 也想杀我 他手中掌握有神女卢 根本无惧这名大敌 正常情况下 两人也许要大战上千回合 但是他斩了路压的九大祖乌法身 这一切都不同了 路压低沉的咆哮 一日食无丹 将一枚纸截大色泽金黄 晶莹剔透的宝丹吞了下去 当听到这个名字 也一吸 当时就变了颜色 快退 他要玉石俱焚 真变态 以一日的生命 换取十只金屋的力量 历天也在怪叫 天际尽头 但凡见到这一幕的人 无不变色 一日食无丹是一种禁药 过于逆天而残忍 让一个人的生命消耗殆尽 只能活一天 但却可以演化出十倍的潜能来 勇管天下 吃下这种宝丹 会如那烟花一样 绽放出最绚烂的一瞬间的美丽 而后永远的消失 极紧升华 死于绚烂 路压一声大叫 浑身骨头都在移动 如炮烛一样响个不停 每一寸血肉都绽放刺目的光芒 它像是燃烧起来了一样 燕一熙与立天都大喝 一日食无丹 快退 叶凡后退 头顶神女卢冷静的住室 静静的看着这一切 突然轰的一声 路压咽下去的宝丹中 冲出了一道鲜光 化成了一尊朦胧的黄金身影 他力声高天 俯视路压 小刘 你太让我失望了 父皇 路压惊叫 但此时脸色扭曲 药力已经发作 远方所有人都惊悚 他们的族王来了吗 这是一只战机吓死人的老金乌 快比得上大成的神王了 这是一个高达三千七百岁的老王 纵横一生 鼎盛时赶去人王殿 抢他们的神女 充满了传奇色彩 也正是因为那一战 他伤到了根基 闭关两千年有余 故儿才老来得子 但却也个个争气 一门十太子 金乌王不是闭关了吗 不达成大王者境界 永远不出事 难道他踏出了那一步 这是所有人心计的问题 路压也吃惊于不解 父亲你 小刘 你让为父无比失望 倒计算得了什么 斩了再来 早晚会拖出更宽的一条道来 老金乌威严而可怕 我让你失望了 来世再来做您的儿子 路压很刚烈 准备去拼命 如果你只有这么一点出息 来世更不配做我的子嗣 给我好好地醒一醒 可是我已吞下了一日食物丹 没有时间了 路压浑身血管突起 如一条条 球龙在游动 随时要爆开 金乌王说道 西年 你取此药石 已被我斩掉了六成的药性 你可以活下去 去吧 自己杀出一条血路 为父 等你回来 路压大叫 将神堂取到手中 抡动起来 向前杀去 四倍千能 不过是透支寿元而已 小道儿 叶凡一步步上前 根本就没有一丝的忌惮 我看你 你最后能够 放开 我看你 你最后能够 对我 我看你 你最后能够 在这边 你最后能够